我后来找到一个办法 可以忘掉一切 什么办法 所以我带我去休息 我会有什么事 我的天啊 我会有什么事 我会在一旦的地方 我会有什么事 我会会有什么事 我会有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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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方法还真挺有效 当然了 心测有效 我已经好久变这么大声说个话了 不过我真没想到你也有这样的经历 我还以为你年纪轻轻的是个富二代呢 很多年前 我刚到这种城市的时候 到处偷建筑 驻地驾驶 后面有什么味我全都记得 然后就在想 我 苏杨 一定要在这多城市 拥有一块 属于自己的地盘 那你 怎么变成现在这样的 用了一些旁门总当 好吧 其实我根本就不配拥有这些 为什么 不提了 说了 我们继续 来 我来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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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欺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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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天琪 你是来找我的吗 找我的 我买了他经纪约 我要退赛 是因为我的采访吗 你的灵魂发问 让我失眠了一个晚上 一夜成明的光环 就是我的牢笼 可是你这么有才华 你应该站在舞台上 更多人看见啊 我采访完 补看了你很多舞台表演 我的表演如何 你的舞台很完美 不过我更喜欢 你那个校园歌手搭赛的 自弹自唱的表演 我也是 我的梦想是唱歌 不是演员 我不能在舞台上唱自作曲 我失去了唱歌的乐趣 我现在不知道我的粉丝 是喜欢我的人设 而喜欢我方天琪本人 做不一样的自己 真的太难了 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 对方爱的是人设 还是我 我反对 你这叫德龙望处 没出名之前想出名 通名而之后 想自 你体验过有人设需要假扮的痛苦吗 你以为就你一个人需要人设 就你一个人痛苦吗 作为一个男人 你要承担这些后 不要因为这点角色 让一个小女孩同情 你在说什么呢 别拿梦想等借口 从签约的那刻 你就应该知道 你不再是一名素人 而是一件商品 签约的时候 公司不是这样说的 我说你别再说了 公司投资你 你就应该回报公司 这是最基本的道理 而且你应该有契约精神吧 想解约是吗 可以 三年以后再谈 她说话就是不好听 小语 你以为方天琪的成功 仅仅是她一个人的努力吗 她如果真的推赛了 就是自私自利 不负责任 你别说这些啊 你说这些商业考量都是借口 你就是不想浪费钱 她退赛 我们就要替她付巨额的赔偿金 你觉得她赔得起吗 我应该在监狱里唱自己喜欢 那她就不监狱 难道非要走什么 阳光偶像人设吗 那你能证明真正的方天琪 能红吗 你能证明吗 我能 那我需要一个搭档 我来 点分女团美少女 安迪沃霍尔说过 每个人都能出名十五分钟 真没想到 社恐如我 既然有一天也能闪闪发光的 登上舞台 享受聚光灯环绕的 十五分钟 童年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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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年纪她不退赛了 我吃 这世里 我的天 小玉姐还有这才艺呢 你们家方天琪够厉害的呀 昨天还是说不当上白天推赛吧 今天就才华小王子回避 比之前更火力要 这个营销手段 真的厉害啊 方天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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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方天琪居然上热搜榜一 天哪 谁出粉丝只看脸 粉丝也看才华 会唱跳的偶像 固人商业价值高 出镜高 但是会作曲的偶像 简单是奢侈品 苏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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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次算完成任务了吗 方天琪还用赔钱吗 还要赔钱啊 要赔多少 朱小玉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啊 方天琪是做自己了 我呢 她的钱 她统统不用赔 你来呗 我 我怎么赔 我可以 我可以 你 我可以 你 我可以 你 我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